大家好,很高兴啊,又在这样一个风和日丽的天气里和大家分享航拍的经验 我是星哥,今天啊和大家聊一聊大江运迷你这架小飞机电击转速过高的成音以及解决的方法 这么一个不算大的小箱就能容纳下它所有的装备啊,拎起来就走,也很方便 而且这小箱啊,非常结实,你看啊,我很用力的去捏它,去拧它,它都没有明显的变形 可以说它对里边的设备保护作用非常的强 但是我却认为啊,刚才视频里出现的那个啊,也是很多朋友都经历过的电击转速过高的情况 很有可能就是这个小箱子设计不合理的一个地方造成的啊 打开箱子看到啊,这里边做出了很多的小隔舱 它就是为了把每一个设备啊,完美的嵌入进去,不晃啊 这种隔舱设计的非常的好 但是呢,大家发现没有,这个地方有一个棱,那个棱是在这啊 放到这之后,就把这个前面这个螺旋桨这块就给垫高了 底下就碰不到它了 所以说大家看这个盒子里 不知道能不能看到啊,应该可以啊 这个棱子上面有明显的压着的痕迹 白色的道道啊 就是飞机腹部的这个散热模块这个棱 就是这儿给它压出来的道道啊 就是这个白色的痕迹 但是可以看到啊 这个电机的位置 下面并没有明显的痕迹 是不是?没有印 所以说明啥呢?说明人家设计这个东西啊 其实还是挺讲理的 它电高的高度恰好能够让这个螺旋桨的轴 不碰触到这个盒子 那就保护了这个电机 在长期的存储过程中 它不受力 有利于保证它不容易坏掉 不容易因为外力的这么压迫而坏掉 是很合理的 但问题是什么呢? 问题是这个棱子的存在很容易压到这个奖页 这个下边的奖页是后奖啊 我们正常放置的时候是给它放到这样的啊 对吧? 因为它这个盒子上也画了啊 它有图 说这个上下两边的奖都应该给它放得非常的整整齐齐 让它抱着板 规规矩矩的往里放 规规矩矩的放里 那它就压不着了 肯定没事啊 但问题是呢 这个奖页非常的灵活啊 可是你放的时候手稍微一抖 你看它就跑了 而且很多朋友并不知道这个情况 你稍微一放 你看 它就跑了 势必会让这个棱子压到这个奖页 对不对 那奖页就在这个位置嘛 稍微一晃 它就斜着就压过来了 那你说你放的时候小心点呗 第一 有很多朋友啊 并不知道这个问题 他没有那么小心谨慎啊 第二 你就算开始的时候小心 一旦把它放到这个盒子里之后 你就看不见下边奖页的情况了 对不对 所以说不是那么特别的方便啊 如果我们肉眼可见的明显的变形 或者有弯折啊 裂味啊什么的 那肯定就必须得换了 但如果看起来 比方说这个奖出问题了 看起来和别的正常的奖 没有什么明显的区别的话 那怎么办呢 我们也先就不换它 先抢救抢救 对不对 用手摸一摸捋一捋 看看呢 有没有这个形状和别的不同的地方 如果也没有什么不同 说明它的变形量可能很小 对吧 那么我们把它放到太阳下面 晒一晒 让它热一热 或者放到一个比较热的灯下面 稍微烤一烤 但别烤化了 掌握好这个度 让它热的目的是什么呢 让它恢复弹性 如果还是不行 反复的在同一个奖上出现问题 那一定是这个奖页 真的是无可救药了 那就换奖页 在更换奖页的时候 无论你是买的时候 还是往上换的时候 一定都要注意这个正反奖的标记是不同的 千万别换错了 一旦换错 这飞机起来就得上 前面视频里出现那次这个电击过高的提醒 就是我这架飞机 我拿回来之后呢 好好看了看 好像也没有什么问题 再飞起来 那个提示就又没有了 所以说这个东西呢 它可能也有一定的随机性 有的时候变形量非常的小 它可能就两可之间 有可能这次出现了这个提醒 可有可能下次就没有出现 大家就灵活应对吧 总之呢 你放盒子里的时候 注意一下 就不容易出现问题 对不对 还有一个情况 就是竖讲器 有可能会对这个奖页啊 造成这个损伤 大家在用竖讲器的时候 一定要 格外的小心 首先你安装竖讲器的方式 要正确 你看我常用的有一个竖讲器啊 这侧是薄的 这侧这个口是厚的 所以说当它往往飞机上 安的时候呢 一定是这样安装的 这样安装 让这个厚的口 来插进去 然后后边流出来的是薄的口 当然讲页不会从后边伸出来啊 它是啥作用 就是前面它厚嘛 前面四个讲页 憋在这个位置上 它一定是 比较厚的那个口 冲着前面的位置 对不对 我真的在网上 看见有的人 用竖讲器拿出来玩的时候 它安反了 它是这么来 这么来安装的 这么安装 这么安装的话 你想一个比较薄的口 里边怼着这四个讲页 就有可能对这个讲页 造成额外的一个 弯曲的力啊 一个压迫 就造成它的一些 变形呗 是不是 最后再和大家聊聊 它的固件版本问题 如果你是在四月份之前 买的飞机的话 当时肯定是不会有 电机转速过高的 这个报警的 因为这个功能呢 本来就是四五月份的 这个一个新的固件版本 才加了这个功能啊 只有说是在四五月份之后 买的机器 或者是之前的机器呢 升级了固件 才有了这个 电机转速的检测功能 那有的朋友就说 我刷回原来的这个固件版本 不就没有这个烦恼了吗 但我其实并不是 很建议大家这么做啊 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 你这个拍摄的功能啊 实际上在新版本的固件里 有了很明显的提升 它增加了手动曝光的功能 你要刷回去老版本的固件 切不出稳定性好不好啊 咱就说你这么做了 损失了拍摄的一些手动功能 是不是有点得不偿失呢 第二个原因就是 本身它增设这个功能的原因啊 你想大江这个公司 为什么在新版本固件里 增加了这个功能啊 它一定是有其原因 有其道理的 对不对 我个人分析 主要还是因为这架飞机 因为它的这个定位比较低嘛 然后它的成本控制比较严格 同时呢 重量控制就更严格 就导致了它在很多 内部的设备上啊 就有取舍 大家都知道它这里边 连这个给电池散热的风扇都没有 其他大江所有的飞机 内部都有风扇 这也没有 它就靠自然散热啊 所以说呢 它的电条 电机的功率 设计的冗余度并不够 应对一些极端情况的时候呢 就有点这个利有不逮了 那么之前 我推测 一定是有过类似的情况 在一些极端情况下 这个蒋热 因为盒子里这个棱子啊 不知不觉中啊 已经发生了变形 生力不足了 那它这个电机就只能是 增加转速 保持住它能够悬停得住啊 对不对 在这种情况下 比方说遭遇了一些风的袭击 或者说飞行的地方 海拔相对比较高 那这个电机就一直在工作单满载的状态下 搞不好哪一下子过载了 就烧了电机 或者烧了电条 这样的话呢 它就直接来一个自由落体了 完全没有挽救的余地了 是不是 直接摔西碎 它一定是有了几次这样的情况之后 才不得不在新的固件版本中 增加了电机转速调节的 这样一个检测的这样一个功能 没有办法 这架飞机就是这么小啊 它的有些功能就是这样受限制 所以说大家在使用它的时候呢 一定就是说适应它 它不好的地方 不足的地方 摸清楚它的脾气去克服掉 最大程度的发挥出它的功力 这才是一个正确使用设备的方法 今天的内容啊 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 还有什么我们有讲到位的地方啊 欢迎大家在评论里做补充 谢谢大家 再见